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卡,我是蜜蜜蜜蜜蜜 那麼今天我們會為大家帶來蛇魔全新魔族上修的分析 那這次魔族上修呢,主要分為三個大種類 包含有不死,還有魔族賢者,還有藍絲 這三個方向的一個上修 那今天這部影片,我會完整的跟大家分析 這些所有魔族,到底哪些是值得練的 好,那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那麼首先為大家帶來無屬魔族賢者的分析 那麼這次上修呢,包含是隊長技能跟主動技能都有做調整 不過呢,他們作為隊長的上修,我覺得沒有到很強 主要以後還是拿來做隊員的部分應該是比較多的 那這次在上修的話,其實整個的功能性都有做調整啦 不過其中我認為,大概只有光的是一定要練的 那其他的其實我覺得不練也沒有差別啦 接著我們就為大家帶來更深入的分析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魔族賢者作為隊長的表現 進場後有13萬的實體血量 不過我們是特別帶了薩斯木,才有這麼高的實體血量喔 那在生存方面呢,只能靠雙隊長的減傷 並沒有額外的檔史 那平衡的部分約為200億左右 所以這隊整個玩起來就是相當普通的魔族隊長 除非你今天完全沒有任何的魔族隊長啦 不然我覺得這個當隊長應該是沒有什麼人會想要玩啦 再來我們為大家帶來無屬魔族賢者作為隊員的價值分析 那首先如果說你用這個系列作為隊員 並且組全魔的話,可以觸發這個隊伍技能 可以透過消魔族珠來直接回血 雖然說最多回9萬點是不多的 但是如果說遇到回復歸零的話 他這個隊伍技能反而是有奇效的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主動技能 那光的這個是最有價值的,原因來自於 他是目前魔族唯一一張可以讓整隊無視拼圖盾的 並且他還可以電擊有一個控場的效果 再來第二個有價值的是木的這一張 他可以持續減傷加上加combo 光是這兩個就足以讓他成為一個非常好用的隊員了 再來第三個推薦的是水的 他的最全魔的增傷幅度相當高 最高有2.34倍的常駐增傷喔 所以缺傷害可以直接帶這一隻沒有問題 那再來是暗的,大概只有解石化敵方會用的到吧 那火的最廢,因為他只能無視燃燒 現在大部分隊伍都內建無視燃燒了 所以這張當隊員應該是沒有什麼用啦 那以上大概就是五鼠魔族先者 作為隊員的一個價值分析 接著要為大家帶來五鼠不死系列合體的分析 那其實我覺得五鼠都可以練啦 如果說你支援缺的話,那可以先從暗鼠開始練 那水跟火則是我覺得第二強的 再最後再練光跟木的就好了 那這個五鼠合體呢 其實當作隊員他們的增傷幅度真的是超級高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詳細的分析 不死系列的合體 OK,那首先我覺得這五張都是相當值得練的 因為先不論他們的解斷能力 光是他們合體攻擊力超高的這件事情 就值得練他們了 因為你單純拿來當作增傷的話 他們增傷幅度真的都超級浮誇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支援的話 五鼠都可以直接練起來 那不過呢,如果談論到解斷能力 我覺得還是暗的跟火的跟水的比較優秀啦 好,那暗的呂布的話 他在合體之後可以無視燃燒、暴風 甚至可以直接扣敵方血量 還有一堆的增傷加上無視碎裂喔 超級夢 那其實火跟水的都差不多 都有一個控場 然後主要拿來增傷解碎裂 那這一次上修主要是圍繞在光的跟木的不死 那其他他們合體 改最多的大概是進場就可以直接合體喔 那這個光的不死的話 他一技能可以把整版轉成指定數量的模組強化出 不過不是固版 所以使用上面還是要注意 再來二技能的部分 跟自然差不多 就是控場這樣子 再來是木的不死 他的合體過後 主要新增 這個可以增加combo 然後二技能增傷 所以其實這次無屬不死呢 我覺得都是蠻強勢的存在 而且他們特別就在於 他們一進場就可以合體喔 這是很多其他合體都辦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無屬練起來都真的不會虧的 那麼這次不死的合體呢 其實可以搭配任何的魔族隊長 去做使用啦 反正這種豪運的隊員呢 基本上這種全牛棚的隊長都可以去做搭配 其實我們就要提的是三藏 那三藏在之前的主法是可以打光不死去做搭配的 因為他可以繼承攻擊力最高的隊員喔 但是現在三藏也沒人在玩了 所以期待官方可以再上修三藏 那到時候這光不死的價值可能就會再提升了 那麼接著我們要來聊一下合體的好處 那合體的第一個好處是 在合體的當下就可以直接解除 兩張合體角色身上所有的角色狀態 那這個就可以直接拿來解敵方上的一些負面狀態喔 那這邊也進階測試了 如果說被鎖技能怎麼辦 這邊發現居然可以直接進行合體耶 這個不知道是Bug還是怎麼樣喔 並且在合體之後也可以正常的開技能 不過這邊要注意 如果說你合體的那兩張卡片都被鎖技能 那是不能進行合體的 那麼合體的第二個好處是 合體的那張卡片會超級暴力 除了他們合體之後本身就擁有超高攻擊力之外 他還可以搭配指定的龍科 比如說邀請寒龍科 他合體之後是把兩個龍科直接做加成的 所以一個邀請寒龍科 擁有2.25倍的最高倍率 那兩個都帶邀請寒最高可以直接突破5倍的一個增傷幅度耶 超級噁心 所以如果說你有帶合體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要帶隊龍科 才能讓合體使出最高傷害 所以既然單就你的隊伍要暴力一點的話 其實帶合體就可以有不錯的傷害輸出了 那不過這次還有一隻魔族 當隊員上修也是相當有感 沒錯就是我們的藍絲洛特 他這次改成一進場就可以直接開技能了 如果說你用這張當作隊員 並且隊伍中只有全魔或者圓桌騎士 就可以進場直接開技能 所以這張卡片在純魔的地位真的是相當重要 那其中改最大的還有他的常駐能力 一進場就直接疊滿自身5倍的一個界王拳 再來自身武士工錢以及常駐增加武康超級誇張喔 所以以後純魔族如果能帶藍絲洛特 他的強度會大大的提升 那麼藍絲洛特最恐怖的地方是 他還可以搭配一些武裝龍科 來讓他這個界王拳可以更高的倍率喔 如果你搭上這個黑金龍科 甚至可以直接常駐自身10倍的界王拳 所以這個藍絲洛特如果大家有的話 是一定要練起來的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關於 魔族全新改版的分析啦 那從這次改版來看 官方真的是誠意滿滿喔 又幫魔族補了很多好用的牛棚 那目前魔族大概就只差 直接解鎖的好用隊員吧 不然現在魔族的體系 其實已經是相當完整了 那期待未來官方 可以推出更多加強魔族的好用隊員 而如果您還喜歡這種全字幕的金字影片 不用了按個喜歡 給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 讓我們更多動力製作類似的影片給大家 也不用了按下你的斷鈕 我們現在正在充40萬的訂閱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